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前总统川普竞选团队管理人的声明 再加上前司法部长巴尔的证词 再次证明了调查委员会的一大指控 也就是前总统川普毫无根据 并声称总统大选存在诈骗的举动 为国会发生了暴动事件奠定了基础 委员会指出 就在竞选团队告知川普的落选事实之后 川普本人不听法律团队的劝告 并开始大肆宣扬大选阴谋论 川普声称总统大选投票系统承包商 通过替换投票机器的内部零件 来进行暗箱操作 在委员会的听证会当中 乔治亚和宾州等地地方官员 出面并再次表示 大选存在作假的说法毫无根据 通过川普核心圈子的种种证词 调查委员会正能进一步证明 前总统川普与1月6日国会暴动事件 存在不可磨灭的联系 枪支暴力犯罪持续不断 上周末全国各地又发生了多起致命枪击事件 不断发生的暴力犯罪 导致抗议者在全国数百个城市举行游行 要求改变 在华盛顿特区数千人聚集在一起 恳求议员们通过枪支管制措施 周末暴力袭击席卷芝加哥 至少20亿人被枪杀 其中7人死亡 枪击发生时 有的受害者正在开车 在人情道上行走 在餐馆吃饭 甚至坐在前廊上 伊利诺伊州参议员迪克·德宾表示 他的选民对没有采取更多措施 来遏制枪支暴力感到沮丧 他们很怠惯和怒惊 他们在选择我们在选择办公室 在临近的印第安纳州 家里一家夜总会 周末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 造成两人死亡 四人受伤 周日凌晨 警方被派往夜总会的混乱现场 一个住在俱乐部附近的人表示 他听到了30至50声枪响 据报道 市政府暂时关闭了夜总会 在丹佛 警方正在搜寻 周日凌晨在一个家庭聚会上 枪杀6人 造成两人死亡的凶手 在肯塔基州5名青少年 周六晚上 在路易斯维尔海滨公园旁的人行天桥附近 被枪杀 至少一人情况危险 路易斯维尔警察局要求公众帮助辨认嫌疑犯 并公布了这些据称是枪击的照片 德克萨斯州阿玛里 若发生一起明显的撸弄事件 一名8岁男孩头部中枪 正在康复中 他的父亲表示 一家人看完烟火表演开车回家 他对着一辆闯红灯的卡车按了喇叭 司机放慢速度 跑到父亲的车后面 开了一枪击中他的儿子 导致他的儿子头部轻微骨折 父亲跟着那辆车撞了上去 阿玛里洛警方表示 卡车司机被控使用致命武器加重攻击罪 根据枪制暴力档案 仅今年就发生了266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上周末全国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 举行为了我们的生命游行 集会抗议枪制暴力 在华盛顿特区 数千人聚集在一起 恳求议员们通过枪制管制措施 参议院两党议员发表声明称 已经就一项旨在解决枪制暴力问题的提案达成一致 这标志着国会在应对大规模枪击暴力事件的方面 取得了突破 打破了两党在枪制管控立法方面 长时间对峙的僵局 与此同时 最高法院预计将在本月开庭结束时 做出重大裁决 其中两项决定涉及枪制和堕胎权 两党参议员小组宣布一项备受追捧的枪支安全立法协议 尽管两党已经在框架上达成一致 但是尚未落实具体的立法文本 但他确实得到了10名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 暗示他足以战胜参议院的阻挠议事 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柯宁 在两党框架上签字 他在推特上表示 乌尔瓦德和其他地方的悲剧迫切需要采取行动 我们与同事密切合作 以达成一项协议 保护我们的社区免受暴力侵害 同时保护守法的德克萨斯人携带武器的权利 该提案包括资助各州通过红旗法案 允许21岁以下买家在背景调查期间查阅未成年记录 加强背景调查 增加学校安全的资金 该大纲不包括延长所谓的攻击性武器禁令 也没有提高购买枪支的年龄 与此同时 最高法院预计将在本月开庭结束时 做出重大裁决 其中两项决定涉及枪支和堕胎权 五月泄露的推翻罗素韦德案的多数意见草案表明 法院准备结束数十年来联邦宪法对堕胎权的保障 这项裁决可能将堕胎政策留给各州 使其在一些州可用 而另一些州可以禁止或限制堕胎程序 第二项修正案也在案卷上 就是纽约州布枪和手枪协会律师和其他两名原告的开场白 他们说纽约长期来获得枪支隐秘携带许可证的程序 是没有竞争性的 与此同时 由于预计会有更多的抗议活动 国会警察加强了安保 中国河北省的唐山市上周五凌晨公布了一份当地烧烤店的监控录像引发争议 几名女子在店内遭到男性顾客的骚扰 其中一名女性还被暴力殴打送往医院 影片发布之后 社交媒体上民众群情激愤 一些类似MeToo运动的讨论也引发了热议 在上周五凌晨2点40分左右 河北省唐山市的一家烧烤店监控影像早到公布 其中显示 一名男性顾客走进一张桌子 将手搭在了女性顾客的背上 导致双方爆发了冲突 随后在大多数顾客和路人的旁观之下 恶毒的对女性顾客进行了殴打 这名女性随后被送往医院 但她躺在单架上 脸上浮肿和流血的照片 以及现场男子对其实施暴行的影片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疯传 此次袭击事件和公众的强烈抗议 再次引发了关于中国女性权益的话题 此前的徐州铁链女事件 平时女性在生活和职场上遭遇的不公 也被摆上了台面 就连平时不怎么发表评论的中国明星们 也一个个发文谴责 不过官方并不希望将此话题 与女性权益扯上关联 根据最新消息 参与此案的所有9名嫌疑人已经被逮捕 社交媒体上 关于唐山蛋糕店 敲诈勒索等其他恶性案件 也被一一曝光 唐山市市委书记吴卫东也承诺表示 会尽快展开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 对此类的恶性事件依法惩处 此外 由于动态清零的政策 中国的新冠疫情依旧困扰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而北京常员区一家名叫天堂超市的酒吧 成为了本轮疫情的焦点 有一名感染者到访酒吧之后 共有228起病例与此地有关 集中180人是顾客 4人是员工 44人是顾客的外部接触者 整个区域以及邻近的三里屯购物和餐饮中心 都被关闭 直至另行通知 疫情也促使整个朝阳区当局 让学校重新改为线上授课 但参与初中和高中升学考试的学生除外 此外 全区也已经下令连续三天进行大规模的核酸检测 但民众表示 由于小许过于突然 部分小区的排队等待时间要长达两个小时 尽管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 而且世卫组织的负责人也声称该政策不可持续 但中国的清零政策依旧毫不动摇 俄军在乌克兰北顿涅茨克进攻不断 取得优势 并在今日击退了乌克兰军队 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军事补给 俄军彻底攻占 顿巴斯就只是时间的问题 他今天再一次呼吁美国以及其他的西方国家 提供远程武器的补给 现阶段在炮火支援下 俄军在乌克兰北顿内兹克式发动攻击 并取得部分成效 乌克兰方面表示 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命运 将取决于该场战斗的最终结果 而乌总统泽伦斯基指出 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军事补给 那么俄军彻底攻占顿巴斯地区 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 通过不断集中火力 俄罗斯军方的攻势势头 似乎在不断增强 现阶段 俄海军从黑海地区连续发射导弹 来打击美国及其盟友 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仓库 而因此次轰炸 乌克兰西部的居民 共有22位平民受伤 其中一人是年仅12岁的儿童 乌克兰方面在本周 再次向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表示 他们需要更多远程性的武器 来击退俄罗斯方面的侵略 一周前在巴西亚马逊 野山谷失踪的英国记者 菲利普斯和国家原住民基金会 工作人员白瑞拉的家人和朋友 周日在里约热内陆 进行和平示威 呼吁巴西当局进行搜索 与此同时 巴西联邦警方昨天表示 已经在亚马逊地区 找到了失踪两人的私人物品 英国记者和原住民专家 失踪的消息 在全球引发关注 亚马逊州联邦警察发布声明说 已寻获隶属这两名失踪人士的物品 包括健保卡 黑裤 黑色凉鞋 国家原住民基金会工作人员 白瑞拉的靴子 以及英国记者菲利普斯的靴子 和一个装有私人衣物的背包 搜救团队领队表示 一个装有衣物和笔电的背包 被捆绑在一个半沉的树干上 而位置正是5日最后有人看见 这两人身影的同一个地区 目击者说 他们5日曾看到白瑞拉和菲利普斯 沿着河流往下而行 菲利普斯是替卫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媒体 撰稿的独立记者 两人这一趟是为了一篇报道 而深入距离秘鲁 哥伦比亚边界不远的偏远丛林区 也就是全球最大群遗世原住民的居所 这片荒野无法置之地 让毒品走私帮派 以及非法砍伐 盗矿和盗猎人士趋之若鹜 在此同时 失踪的英国记者和原住民基金会工作人员 白瑞拉的家人和朋友 周日在里约热内卢科帕加巴纳海滩和平示威 呼吁巴西当局进行搜索 示威者举着横幅 海报 穿着T恤 上面写着菲利普斯和白瑞拉在哪里 他们也要求巴西当局采取行动 打击对亚马逊雨林 和生活在野猪谷的原住民的侵犯行为 全球速食业龙头麦当劳 在5月撤出俄罗斯市场 一个月后 莫斯科在俄罗斯国庆日这一天 出现了二版麦当劳 俄罗斯的新麦当劳 选在原本麦当劳的旗舰店 推出全新速食品牌旧式美味 吸引了大批群众前往朝圣 莫斯科的麦当劳餐厅周日在此开张 不过新的老板是俄罗斯人 名称也改成旧式美味 大批消费者蜂拥而至 店内早已经挤满人潮 他们全是为了来品尝 俄罗斯改版后的麦当劳 就是美味的logo 换成深绿色的背景 上面有红色的圆圈 外加两条橘线 分别代表着汉堡和炸薯条 但吃起来味道究竟如何 CNN记者表示 我们发现这个酱料 只是把麦当劳标志涂黑了 鸡块的话 看起来就像是鸡块 味道和麦当劳几乎一模一样 新麦当劳选在俄罗斯国庆这天 先在莫斯科和周边地区开设15家店面 预计今年夏末会在全俄罗斯各地开设850家分店 让俄罗斯人相当兴奋 终于有汉堡可吃 就是美味第一家门市 还选在麦当劳当年进军俄罗斯的创始店原址 美国麦当劳撤出俄罗斯之后 资产转售给当地特许经营伙伴之一的 西伯利亚企业家格沃尔 这家新连锁企业的行政总裁帕罗耶夫 在开张仪式上表示 目标是让客人不会注意到品质或者气氛上的差别 公司要求我首先要留住员工 为他们提供工作 这是必须做的 他称店面将保留原来麦当劳的内部结构 但不会使用旧标志品牌及餐单 他又强调新品牌将维持在消费者可承担的价钱 但不排除短期内会轻微涨价 上周海军路战队一架鱼 在加州格拉米斯附近坠毁 在事故中五名寄族人员不幸全部遇难 整个江州的社区成员在周末举行来到会 海军路战队发言人表示 对坠毁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中 全国正在哀悼五名海军陆战队士兵 他们在本周的训练中不幸遇难 其中包括33岁的约翰·萨克斯上尉 他在普莱瑟县县长大 但萨克斯家族的影响遍及整个地区 西萨加缅度市长马莎·格雷罗说 萨克斯对这座城市有很多贡献 他的心与他们同在 以及所有遭受损失的家庭 在一份关于他儿子的声明中 史蒂夫·萨克斯写道 约翰尼从小就要成为一名飞行员 这是毫无疑问的 他的激情就是飞行 位于加州科学中心的柬埔寨 吴歌库大型文物展览 人在火热进行中 此次活动一共展出了 120多件珍贵的历史文物 还有3D和IMAX等设备 为观众提供震撼的视觉和听觉效果 游客可以访问加州科学中心的官方网站 或下载华语频道 牛电视APP领取免费门票 目前世界文化遗产 柬埔寨吴歌坡的大型文物展览 仍在洛杉矶的加州科学中心进行 此次展览将从2月16日 一直持续至9月5日 时长6个多月 而展览内部还安装了3D投影设备 帮助游客亲身感受震撼的视觉和听觉效果 据活动策划人透露 此次的吴歌坡文物展 占地超过13000尺 实际展览1200多个珍贵文物 而其中的一半以上 也是首次在柬埔寨境外进行展出 因此可以说是全球首次 规模如此之大的文物展览 据悉 无科窟建于十二世纪 是柬埔寨的标志性建筑 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神庙建筑物 而在此次的展览当中 游客还可以读到巴扬寺 小吴哥和将军庙等著名景点 并席得他们背后的故事 有兴趣的游客 可以前往加州科学中心的官方网站 购买门票一睹为快 稍待回来要看陈庆华尔街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好的主播我现在人在纽约 为您报道今天6月13号 星期一美股收盘的最新情况 中一美股持续大跌 标普白指数收盘跌近4个百分点 而就重新跌入了熊市区域 并且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新低记录 由于上周五公布的CPI通膨数据 吓坏了投资人 再加上美债收益率倒化 令市场担忧经济衰退 道指今天一开盘 就延续周五的颓势 大跌超过600点 上周公布的通膨数据报表 完全交习市场期盼通膨触顶的希望 华尔街投行巴克莱就表示 美国的通膨数据可能处在令人震惊的高点 目前预估 美联储本周将有可能升息75个基点 而不是早先预估的50个基点 此外今天稍早又出现了收益率曲线倒化 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是一度高于10年期的收益率 这让市场期许低迷 而投资人在等待的就是周二周三 美联储召开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的最新发展 而在加密货币方面上周五公布的CPI不仅下坏市场 也引发了全球各类资产遭到抛售 加密货币也没有逃过这波冲击 比特币在周末持续跌势 周一又进一步的下跌 价格来到了18个月以来的最低点 根据美国交易所的数据 比特币是暴在23348美元 是跌破了24000美元的关卡 今天收盘时主要股指是收低的 道指大跌了876点 收报在30516点 纳指跌530点 暴在10809点 标普白指数跌151点 收报在3749点 今天没有重大的经济数据 在各股收集方面 我们首先来关心的是 Coinbase交易代码COIM 今天收盘时股价跌了超过11个百分点 收报在美股52.01美元 加密货币市场受到了通膨数据的影响 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价格暴跌 那么加密货币的交易所 Coinbase当然也受到了牵连 接盘前股价还跌了18个百分点 另外大幅压宝比特币的Microstrategy 今天早盘股价也一度重挫了超过23个百分点 再来关心的是特斯拉交易代码TSLA 今天收盘时股价下跌7.1% 收报在美股647.21美元 RBC Capital Markets看好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 在供应链的优势 将该股的评级从市场表现调升到优于大盘 在报告中指出 虽然特斯拉对他们在原材料供应方面达成的交易相当保密 但是在与联系人交谈的时候 他们相信特斯拉比其他OEM厂做得更多 该公司早期专注于垂直整合不仅是电池和原材料 还有电机半成品跟软体等等方面都可能会收到成果 好以上是华语电视记者文威廉在纽约所做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6月13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雨昕伦 在新闻的最后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